這些回憶跟修正的這些事項 今天剛才委員提到的包括視覺警官的電腦 甚至戰士長來完成設計之前 是不是能夠經過文字的檢視 這些東西等於武察局都會有後續在作業規則上 有些訂定的東西 那個監測也就照文化局來檢視 不照原來的規範和設置 如果沒有的話就具體的要求 其他的意見如果沒有重大的隔絕 就照文化 好 下一題 請問案6 案由林比堂部居文化資產大學 是很厲害的 答案疑文司法第178條 古今史第一集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推入廢止審查經驗主辦法 案子情形一 林宇棠故居位於台北市市林區 養格大道二段141 141號土地座落市林區 居然段三小段131級 132D號為台北室友 以及智善段日4小段174-1 393-1D號為土地為國有 建築文市林區居然段三小段 3070建號為台北室友 建築居尼國56年新建完成 土地及建物管理機關結為文化局 二 林宇棠故居為文化主義理文館 此 目前委託東武大學已經管理 東武大學於106年9月18日 提報林宇棠故居的紀念建築體報表 為確認該建物是否至於保存價值 本集第一文資法17-18條 規定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本集在106年10月27日 辦林宇棠故居的文化價值審查 辦理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包括林前郎等五位委員 委員新綜合討論後 原則肯定立於棠故居居 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專案小組意見後續將以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規定提供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的意見摘要如下一 本建築完成於1966年 由林宇棠先生構思王大弘先生 事務所代為繪製施工圖 二 建物本身融合華洋風格 外觀採用白牆藍色琉璃瓦 西式拱廣以及陽台螺旋的廊柱 依據庭園特色 三 和林宇棠先生居住過的建物 現況保存完整 林宇棠先生於1976年過世後 移民於台北戶居的後緣中 四 1985年成立林宇棠先生紀念圖書館 對外開放 典堂林宇棠先生的藏書 製作 手稿和遺物 後面也規劃成為名人戶具以及文學生活館 五 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想要附件四 這是地景以及地形圖 包括了字笔土地 主要建物是落在 枝蘭段三角段132地號 本案建物的測量成果図 請為名參考 建築建築本體 包含林宇棠故居的建築本體 以及附屬建物 附屬建物包含平台以及走廊 還有地下一層 這是林宇棠故居目前的外觀照 左上角是入口的照片 右上角是後側附屬建物的平台 還有地下一層的狀況 右下角是附屬建物的走廊 以及中間的平台 第一堂附居內部的狀況 目前作為展示館 走下角是林宇棠先生的目的 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參閱 目前的使用現況是一文管所 空間的規劃 請參閱圖片 本案的價值分析 近106年10月27日 辦理德溫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都認為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未來的管理規劃維護 目前管理計畫是本局 所以委託東吳大學經營管理 相關經費由本局編列經費 補助東吳大學還有他自求經費辦理 登陸範圍的影響評估 登陸後對現況是上午影響 你辦事項 一 你請同意登陸林堂固居為紀念建築 一名稱林堂固居 二種類宅地 三位置為台北市市領居養的大道2段141號 四紀念建築其所定國土地範圍之面積以及地號 紀念建築本體為林堂固居建築本體與部屬建物 建物包括地下一層平台以及走廊 建物為市領居知安段三小段三零七零建號 建物坐落在土地為市領居知安段三小段 一三一以及一三二地號 以及市山段四小段一七四之一 三九三之一地號等四筆地 登陸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本建物興建於民國五十五年 由林堂先生所設計 建築以中國四合院為架構 結合西班牙傳統的建築圍會 外觀為藍色琉璃瓦搭配白牆西式狗狼陽台 白色螺旋鑼柱 並牽著深紫色的圓角窗簾 建築中西方風格還有建築設計的特色 而林堂先生在民國五十五年 離美反台後期定居於此 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在香港去世 長眠互絕後緣 林堂先生是著名的文學家 以英文書寫而揚明海外 提倡幽默文學幽默大師之稱 對文學界影響深遠 本建物呈現林堂先生的格料思想 發明創意 生活態度及文學成就 是歷史及人文的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被執審查 行復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以及第二項登陸基準 法案提行本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文化學術補充 這個是新法公布有紀念新建築的項目以後 如果這個案子能夠取得這個身份 是台北市第一個紀念新建築 紀念建築其實最重要跟歷史建築的差別 主要是在人物的這個選項上面 也跟委員做入衷說明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提交 好 請不要 登陸旅遊第二項 你把他登陸的紀念建築 民國特務有相反覆蓄 這種文字部是在登陸裡面出現的下台 所以我舉出來各人看 像各種 當然有出現的一發 他會聯繫 那你把他那個 那個去世的文字 把他使用在下台 他怪的 這張大 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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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講 這個必要 知人意見修正 就是那個去世這一段打票 這直接上台 你不值得 就是說 要不然你就把那個65年去世 相當長掉 對 對 對 那場面也是有成績 對 對 好 其他文言他們都建議 所以沒有的話 我們就找來通過 看一看 接著是今天的最後一個議案 審議案請你暗容 指向市建土基 反倒台電倉庫 土基定著肯定範圍 批附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案 既修復在利用計畫室查案 本案依據文資法第17、18、20條 結相關執法辦 本局於106月6日公告指定 本市市定府 及南港台電倉庫 本案 曾於107年1月23號 提請本市文資會 第102次會議審議 會議的結論如下 一 請文化絕妖都發局 禪發局跟更新處等相關單位 一為意見 就定著範圍土地跟從主位 再做延商 再送本委會審議 有關A13倉庫 分割式組合行價組織方式 再請議文資法辦 本局文資會的決議 在107年1月25號 含請台電公司 要依據我們去年12月20號 會刊的決議 於一個月內完成行價的拆檢 跟暫時的工作 並且在今年的1月31號 邀相關單位 針對台電倉庫的 訂購主地範圍進行討論 本埔的突發局也曾在今年的2月12號 召開台北東區門戶計畫 第11次工作會議 有關去討論這個案子 請本局去補充批庫的原子 遷移位置跟相關文資範圍 還有新增批庫的範圍 本局今年3月19日 召開本案修復再利用計畫的期末報告 那依修復再利用的規劃內容 一起審議 本次市令古蹟的訂購主地範圍 跟批庫的文資身份 會議的結論如下 本次的期末報告內容 原則上同意送 第104次的文資會審議 但要依據委員的意見做修正 有關古蹟建築修善的費用 要再請建築師審視後 提供比較精準的一個預估 讓本局可以後續編列相關的預算 那再請藝術科跟建設科協商 請建築師就基地內包含古蹟各動的修善程序 警官以及應計畫進行大竿來建議 以及古蹟後續修復未來的門面跟鄰近 產發局公宅部分的修善期程如何去調配 以及基地內的交通動線要提供規劃跟建議 檢固南港台電倉庫 古蹟修復期待用計畫 送本委會審查 那請各位請參佐 那這是我們在去年 106年6月6日公告的 本市市令古蹟南港台電倉庫 這是本市要審議的 古蹟定佐土地範圍的位置 這是本局這邊 預畫的一個範圍 待會我們建築師也會去做說明 這是本市目前的這個案子的地極地形圖 那這是請問看 這三棟是我們現在的 已經登錄的施定古蹟 還有預計P庫重組的一個位置的平面圖 那這是P庫原本的位置跟照片 請各位委員參佐 那這部分是我們在去年10月20號會開展的時候 所拍攝的照片 那之後P庫重組的位置呢 在這個位置 那在我們市令古蹟的北側部分 靠近市民大道的方向 你辦項目第一 你請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 南港台電倉庫古蹟定佐土地範圍 變更公告事項一 變更南港台電倉庫古蹟定佐土地範圍 原106年6月6日公告 古蹟定佐土地範圍之地號 及燕機為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五六三部分 五六四地號部分 變更為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五六三部分 五六四地號 範圍像剛剛這邊報告的那個範圍圖 範圍是這個紅線的 這個紅色虛線的這個範圍 變更理由及法令依據一 變更理由為例於後續文化資產 整體修復跟再利用 法令依據為文字法第十七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達辦法第五條 你辦項目二 你請同意登入A13倉庫 P庫為歷史建築 一名稱南港台電倉庫P庫廠房 總類其他設施倉庫 位置與地址為 台北市南港區中校東路六段三十九號 歷史建築及其定佐土地範圍的面積跟地號為 歷史建築本體為P庫廠房建築本體 含分客室組合行架 建物無建號登記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 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五六三地號部分 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一 批固鑑於1963年至1967年間 屋行架共三塊 分客室組合與製行架為少數流存之美元實習廠房 具建築史之價值 二、屢製、行架廠房財、錨丁及鐵製、螺栓結合構建 具有多次拆卸再組裝性及輕便性 呈現當時材料與技術特色 具保存的價值 三、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廢紙審查及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款登入基準 您請同意批固於N1N2北側之 古蹟定住古地範圍內重組 擬辦項目三 之下市定古蹟南港台電倉庫修復集 再利用計畫提醒本會審查 以上三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現在先請我們委辦的建築師 針對古蹟修復集的計畫進行審查的報告 我們會從基地的概述歷史研究 跟修復的計畫 跟再利用的方案建議做說明 整個基地的範圍的話 我們是在市民大道跟中華東路的這個區域 下一頁 下一頁 這裡的話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的這個位置範圍 就是交互採訪機房 然後機庫跟恩萬一庫 那我們這一次提醒登陸的方案是在這一庫 目前P庫的旅行架都已經拆解完畢 放在恩萬二庫庫裡面 以後預計會重複在這一個位置 下一頁 那在上次的這個審議裡面 我們這一次要舉行這個名稱的設修 就是松山工廠跟松山昌土 那我們就做了這個歷史的研究 從台灣電力的一個發展裡面 從流民船時期在北京外面的設計 電燈開始 那早期的話 在這個明治三十六年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電力設施在台灣的這個階段 是明明的 那一直到明治三十六年的時候 這邊改為官邸 那在明治三年的時候 在華山町這個部分 它設置了一個台北的電器作業所的一個修理工廠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把工廠跟倉庫在同一個借過裡面去做設置 那一直到這個大正八年的時候 這邊有台灣電力出師會設成立 那這個時候是知識時期最主要的一個電力的設施 那一直到昭和九年的時候 華山町這邊的這個工廠跟倉庫發生大火 所以在昭和十年的時候 先在松竿工廠的這個區域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松竿倉庫先蓋好 那昭和十一年的時候 蓋了這一個完成興建的這個工廠的部分 還有一個油倉庫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雖然這張圖裡面 它只標設了松竿工廠 可是我們仔細一看 這個房子是已經先蓋好 所以他們又只做了標注 在昭和十一年的時候 都是完成了這一邊的這個興建 再來講 那一直到這個國民政府時期的時候 台灣電力的發展也歷經了 從日據時期的這個接收 在接收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松竿工廠 當時接收過來的時候 它就改成是松竿修理廠的這個名稱 然後一直到這個民國五十三年的時候 這個名稱就是併入了台灣電力修復處 那在松竿倉庫的這個部分 一直沿用了松竿倉庫的這個名稱 一直到民國五十二的南 這邊下來可以看得到 這邊改成是東竿倉庫 那在松竿工廠的部分 它其實在民國七十八年的時候 它遷移到南港的溫陽 所以它把整個場區 移撥給這個東竿倉庫的使用 所以我們後來的名稱 在現在這個案子裡面 是稱為東竿倉庫 但事實上我們希望能夠證明就是說 它其實本來就是兩個區塊的這個名稱 都能夠並列 好 那下一張 好 場區空間下一張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 我們從這個變遷裡面可以看得到 鐵路的部分是在這裡 所以當時的正面是從這個地方進 然後一直往後面去做延伸 那中間釐清的中校中路的一個IP 然後長區在外面 後來就回覆到裡面的這個概念 好 我們再下一張 好 那其實修理工廠它最主要就是 花化、水力、火力跟風力的這個發電的維修 好 下一張 那倉庫的部分呢 其實是整個電力產業的一些主要的 這個材料的儲存跟拔放 它們兩個是分屬不同的成型 下一張 那建築車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台北的這個企業的鐵道沿線 對鐵道沿線做發展 原來在華山廳的一個步驟 後來改造工廠的車站位裡面 這就是這樣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看得到 我們總共有四棟房子裡面 在交貨採訪計房跟偶安庫庫 它是具有現在儲存的一個特色 那偶安庫庫裡面 有一個升降機房 然後我們再利用我們希望 很多都透過這個升降機房 去重新做一個障礙電影 那C庫的話 跟這個P庫兩個不同 這個是鋼絲的套式行鋼 也是用鋼絲 鋼絲的法式 鋼絲的更赫式行鋼絲 也稱八面法式的這個行鋼絲 那這個也是鋼絲跟毛利區 而且 下一張 那普基定庫的範圍 我們的範圍 是從1936年的這一張圖的這個龍國線 先去在基地上去把它放漾出來 這是我們原來的這個範圍 那北側這邊 跟東邊這邊是按照都市計畫 推出的這個範圍 那這一條線的範圍 是因為這邊是後續的廠發局使用 它有自己的建築物 跟它的一個房地的系統 那南邊這裡的間線線 我們是因為公宅 這一個興建的部分 它需要有一個陸地跟建築之間 所以這邊的線是這樣子 那中左線的這個高路線 依然是留下來的 下一張 那我們是一著東區門戶計畫 下一張跟那個AR1的整體發展計畫 下一張 那我們這裡有一些這個 下一個部分 就是說 這一個部分 是我們整個文化局的藝術實驗場 這邊的話 是廠發局的一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南邊這邊是銀法跟公宅 是突發局跟人心處的這個範圍 那我們希望這邊的綠地系統能夠統一 因為所有的綠地系統都建設到這個 舊的這個建築外觀的一個立面 下一張 那我們在整個空間轉化就是 從原來的一個修復跟修理 轉化為心靈的海洋交易 這是我們文化局這次 在利用的一個主要方向 還有就是說 本來從這個產業的備員 跟資材的這個機構 轉化為我們文化產品的一個 資材銀行的一個備員的一個單位 這樣 下一張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基本上 俄華人陸庫 這裡是展示 跟新媒體跨藝術的一個交流空間 C庫是展演跟排練的空間 P庫的話 是資材銀行跟戶外展演的空間 那我們交貨產房機房是 作為我們松山工廠跟歷史的一個長設展 跟接待的一個空間 下一張 這邊是一些案例的照片 也是交流的一個靜態展示跟動態的一個交流的一個空間 下一張 這邊也是 好 再下一張 這邊是排練 就是我們在講第一部的尺寸 是排練場跟表演的一個空間 室內的 下一張 第一部的話就是資材銀行的一個 兼具資材銀行跟展示 再下一張 還有兩垮作為一個戶外的展演 一垮剛剛是講資材銀行 兩垮也是作為戶外展演的可能性 下一張 好 那 所以我們回應到過去歷史的一個路徑的回復 市民大道作為我們這一區的主要出路口 那松山車站是從這邊進來 所以主要的人是從這個地方這樣做 過去的歷史也是這樣 下一張 好 那我們建築跟景觀配置的原則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就是秋邊的這些綠帶 就是起碼在我們這邊周邊的綠帶跟馬路街的地方 都會有陽台的這個橋上 去隔絕戶外比較嘈雜的一個車流的一個造立 那內部的話過去曾經有一些圍牆的痕跡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改成低改成一個座位 那零建築的立面 舊建築的立面 我們都不設置橋墓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好好地想像這個建築的一個立面 那再來就是東北激風強勁 我們希望這一區能夠配置庫城的子宅去減少這個地方在東北激風的衝擊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基地裡面過去有一些軌道的痕跡 我們希望未來的景觀設計都把軌道的痕跡都拿進去 那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我們在整個園區裡面 雖然現在房子全部都拆完了 但是它有很漂亮的東軸線 這邊是唯一可以看得到山景 那我們會希望說不論未來的建築怎麼樣發展設計 它起碼這個視覺的軸線可以在我們這個舊建築的這個地方進來的時候 能夠保留看到這個舊山景 那下一張 那這是第一期的部分 我們會希望修整個硬體 就是同化任務的硬體跟交換廠基板跟P庫的重組 是6,170萬 第二期就是把C庫重新的整修 然後再來就是軌硬體的部分大概11期左右 整個加起來12.10億的工程 對 好 異議計畫裡面這邊要提行討論就是說 在這個多次設計準則裡面 它有規定我們這邊綠帶要退縮50 但是它其實有講說 有一個人經護道跟自行車道 經常不得少於2.5公里 那剛好我們總組的部分 可以留下2.5公里進行車道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經護準則裡面去提出 就是這個作家物能夠設置在這個開放空間的建築 那基本上建築的話 我們希望把那個就是頂收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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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財電商務沒有有足的 台灣的鞠營會有些公司 所以我們要發言這個場面 好 好 是 講的依然不用送方式回聲 發言時間3分鐘 請多了 大家有在哪 我是台字經驗的平均 那對這對本法有一個儀不勇敢 選人這次關於民主部的一部分 我們民主部在這次進行化制產生的審議 那 拼庫在 據我所知 它是在負荷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到去有瘋狀的拼命 不知道怎麼說吧 那 我想問一下就是 為什麼在拼命的技術生理 拼庫就先被拔掉了 那 第二個問題是說 依照限制的他們自己 介紹下的狀況是 該地應該是屬於拼命 沒錯 那 它在處分之前 為什麼拼庫沒有先依照 在歐巴斯坦 保存 把第十五條規定遷進行 歐巴價值是誰 或者是拼庫 就是 為什麼剛剛在大陸的地方 我想問的是這兩個問題 關於 依庫的問題 好 歡迎關於 謝謝 這對這個部分 要不要先回答 依庫在建築師去看過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找人去看了 那依據當時 相關的戰定武器的辦法 已經有決議 先把它移植到倉庫裡面 然後再後來討論他的身分的培育 以及是不是移植重組的部分 然後也在前兩次的文字會裡面有討論 所以今天才會再給他身分 原則上 並不是發現了以後沒有做處理 發現了第一時間 就有一文字法處理 好 前面是請教科務員 先針對這個案子 大家也有解釋知道 當然 因為這個 財務一產保守 我們看到 中間的華山都市的工作人員 在後面支持 或者沒有策略 那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那他作落在南島 南島市是指的 過一代他們覺得是義文空間 所以我心裡覺得是很很好寫 可是我比較要提醒 我覺得剛才這個 對空空南門附身的目標上 像是這個中原口的 一天主導不太公平 我心裡覺得應該是 跟上義樂的義人所對 比對日後的這個 中間的開化 恐怕是很好的好處 還有 我並不是說絕對反對任命於樂的那時段 而是一把戲劇 工藝 藝術 藝術或科技藝術 是比較低造物的 低燃藍 還有倉庫 我如果不應該花太多錢做造物的範疇 大概是這樣 因為它高度很特別 所謂雜劑類的演出 或者科技藝術的光調裝置 或者雕塑物質接高的可行 那六到八名這種近高度 就是這種高度的話 對以上的這些專業在視訊裡面 根本找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過的發明的生活 好 請其他會員認識一下 這個案子從會刊到那個範圍的討論 或者當中的幾個會我有參與 其中有提到一個是不是有機會 從這個工廠原屬的歷史範圍去進行討論 從今天提出的結果而論 目前的結論基本上就是以未來 包括東北角的金融創新園區作為範圍 南邊的部分其實也是整個園區的發展 不過我會建議 就是其實雖然我們討論的這個虛線的這個歷史範圍 其實可能不會作為我們的那個不激進服的範圍 但是未來在全區開發的時候 原有的基地含過 包括剛剛建築師所提到的那個倉庫的文理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還是要納入 未來整個園區發展的時候的一個重要參考的 規劃或設計的一個元素 這個部分提供後續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參考 好 謝謝 剛偉的意見 主題各位 大家好 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在會談的時候有討論的 剛剛建築師也有提出來的 就是他們的名稱需要修正問題 那 包括現在所及的它的那個範圍 會開始用這個台灣建築樹樹會社的園南園場的範圍的地跡 去重劃它的範圍 大概最重要當初是希望昆仲它的原來的日文時代的便宜 是會設了這個文明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也同時認定這個新的 就是戰後的那個人的阿富家也只有這個 我們這個身份很好表示 我們其實已經延長它的歷史的意涵 在日本時代也包含戰後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那個今天的一半事項是不提這個名稱的更改 是提了這個 包括這個新的行家的認定 它的意思 就有身份跟它的範圍 並跟兒子同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很清楚為止 不再提這個名稱 不然的話以後還要再開始 不要再重新做這個事情 這個部分有一點說的 這個部分有一點說的 您真的更改 來那個... 您真的更改 有一點說的 您真的... 更改本來有問題啊 也是一個考量 就是並沒有不能夠... 可以一起考量 一起考量 要不然又要再來一次 對 好 其他委員他們有一點說 這個... 登陸裡有... 登陸裡有的第一點 這個... 這個... 西部... 建雲1963... 1963... 1963... 後面有一個... 對... 這裡叫... 少數流存 因為昨天來到新北市... 這個... 湖東那邊... 還有... 龍宮處的... 他也是用一樣的材料 一樣的毛型去切合 所以少數流存要不要... 有什麼... 美美顏色以上... 還可以... 第二點... 然後... 第一句話... 怪怪... 因為他講的是這個... 構材... 構材... 不是構材... 北市... 不是... 不然... 誰それで開了... 不然房屋中...